关系来自国会的最新现场 国民党立委叶元智之前上电视专访 提到了要动用警察权 来保护韩院长进入议长 结果是被绿营立委王定名解读 是要来驱离民众 双方今天在立法院狭路相逢 就吵了起来 最新状况的联系的记者张云春 好 但也关系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国会改革的朝野冲突 不只在议场内 连现阶都可以是战场 而在稍早前 国民党立委叶元智 跟民党立委王定宇 就当场吵了起来 因为叶元智不满 他日前说 希望可以动用警察权 来保护韩院长进出议场 却被王定宇解读成 是要动用警察权来驱离民众 而两人就在连线街 遇到当场爆发了口角冲突 带来看稍早的画面 我说警察权是保护院长 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 他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他怕被罢免怕得要死 赵阳王一个台南的民进党立委 说要罢免板朝立委 民进党就搞政治斗争 莫名其妙 大家知道罢免就是民进党搞的 到现在为止 我说警察权是说保护检察院长 王定宇就是造谣说我说警察权驱离民众 第二个他现在因为面对罢免很慌了 各位 罢免是罢免是王定宇号召的 王定宇在节目上说号召罢家罢免叶元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可以号召罢免板朝着国民党的节目里 我讲人家说罢免的理由 我认为罢免人家加上警察权 为什么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王定宇之所以会吵起来 起先是因为叶元支在连线街接受媒体访问 就刚好看到了王定宇从这个连线街要经过 而叶元支就不满之前被王定宇造谣 当场就喊了王定宇 没想到王定宇也是不甘事 就回头两人就吵了起来 而过程中一度是指着对方的鼻子互骂 而看到媒体镜头 更是在这个镜头前各说各话 因为两人站得非常近 王定宇一度是频频喊说 不要动手打我 而叶元支也是面对镜头是澄清说 他这样的造谣就像是 原本是拿着刀要切西瓜 却被王定宇说成拿着刀要杀人 因此两人的口角一度是非常激烈 以上是为您讲过这一情形 时间镜头先交换棚内